HTC U Ultra已经在市场上大约两年的时间 HTC并没有提出任何计划升级它到安卓9.0派 Xiaomi Pocophone FE是新时代的旗舰杀手 它能够以终端机的价格提供你旗舰的参数 Pocophone FE是否会是HTC U Ultra使用者的最佳代替手机呢? 还是你应该保留HTC U Ultra呢? 我是来自科技先生的AlexO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Xiaomi Pocophone FE与HTC U Ultra的比拼 HTC U Ultra就像是被HTC遗忘的小孩 而Pocophone FE得到小米所有的支持 与小米巴上能找到的功能 HTC是否会在深坑里把HTC U Ultra拯救出来 还是HTC U Ultra的使用者该像HTC那样提起它呢? 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来了解两部手机的参数 你能在这暂停影片,因为参数已经在影片中出现 Xiaomi Pocophone FE使用的是塑料背感 而HTC U Ultra使用的是水样设计玻璃背感 我会选择玻璃背感多于塑料背感 水样设计玻璃背感不仅非常吸睛 它也比塑料背感来得更好握 Pocophone FE的塑料背感并不是我握过最好的塑料背感 在机身正方,你在Pocophone FE上能找到6.18英寸18.7.91080p LCD 萤幕 你在HTC U Ultra上能找到5.7英寸16.9 Super LCD 5 萤幕 再加个2.05英寸副萤幕 比起拥有更大的6.18英寸Pocophone FE HTC U Ultra是非常的巨大 刘海萤幕在这就特显出它的优势 比起HTC U Ultra,你能够更好地握持Pocophone FE 如果你喜欢大萤幕,但不想要巨大的手机 你还是选择Pocophone FE Pocophone FE是一部非常有趣的手机 它内置了许多功能,但Pocophone就没有宣传这些功能 如能够在YouTube上播放HDR内容 当在YouTube上播放HDR内容 Pocophone FE的萤幕比起不支持HDR播放的HTC U Ultra 就来得更平淡 就算在播放非HDR内容 HTC U Ultra的萤幕还是比Pocophone FE来得更好 支持HDR播放是否对于Pocophone来说是加分 还是你比较想要在HTC U Ultra上找到更好的萤幕 你是否会因为缺乏了HDR播放的支持而错过了东西吗? 我会告诉你,并没有 因为市场上也没太多的HDR内容可观看 在马来西亚 唯一我想到能够支持4K HDR播放的串流软件 就只有Netflix 这你还得愿意支付每月超过50令吉来享有HDR内容 在这影片上线时 Pocophone FE还未支持White Wine LE 这意味你不能在串流软件 如Netflix、Amazon Prime和其他串流软件上播放高清甚至HDR内容 小米打算在年尾之前 透过基于安卓9.0Pi的MIUI 10 Beta推出White Wine LE 在荧幕的上方 你在Pocophone FE上能找到刘海 刘海包括20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 充当负扬声器的听筒 传感器和专位脸部解锁的红外传感器 这脸部解锁的速度非常的快 它在你闭眼的时候并不会解锁 加入红外传感器 让你在低光甚至霉光的情况下脸部解锁 你在HTC U-Ultra上能找到16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 传感器 充当负Boom照扬声器和副荧幕 这副荧幕能够显示你时间 快捷键 常用应用 与天气 Pocophone FE是防键的 一些雨水并不会造成问题 小米Pocophone FE搭配了高通骁龙845 而HTC U-Ultra搭配了高通骁龙821 就算骁龙845与骁龙821都是旗舰处理器 但骁龙821已经在市场超过两年 它已经开始出现老化的状况 在重度使用下 如打游戏 Pocophone FE能够顺畅地运行 但HTC U-Ultra时不时就会出现性能下降的情况 它并不至于终端机那样糟糕 但偶尔出现 还是一样令人懊恼 Pocophone FE运行着的是基于 安卓8.1 Oreo的MIUI 10 而HTC U-Ultra运行着的是基于 安卓8.0 Oreo的Sense UI 安卓9.0Pi已经透过MIUI 10 Beta 推送给使用者 HTC并没有透露任何计划 要把HTC U-Ultra升级去安卓9.0Pi 这在HTC的角度来说是非常失望的 因为HTC U-Ultra只是比HTC U-Ultra提早6个月推出而已 如果软件版本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你绝对必须升级到Pocophone FE 小米Pocophone FE内置了后置双摄像头 而HTC U-Ultra内置了单F1.8 1200万像素后置摄像头 双摄像头组合为F1.9 1200万像素主摄像头 与F2.0 500万像素副摄像头 1200万像素主摄像头 将负责所有的拍摄工作 而500万像素副摄像头 只负责提供景深数据 通常我都会称赞HTC相机多么的好 但当你与Pocophone FE对比时 Pocophone FE特显出骁龙845 与骁龙821的图像处理器差别 Pocophone FE能够拍摄出细节更好的照片 但HTC U-Ultra一点都不差 Pocophone FE也拥有比起HTC U-Ultra更好的动态范围 Pocophone FE所拍摄的照片的颜色 对我来说太过鲜艳 这导致照片看起来有点假 我在HTC U-Ultra 与Pocophone FE上测试了 谷歌相机移植版本 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在下方描述找到连结 或你能在U上角找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影片方面 Pocophone FE与HTC U-Ultra 都能录制1080p 30帧 和4K 30帧影片 就算Pocophone FE缺乏了光学防抖 你还是能够透过电子防抖 拍摄稳定的1080p 30帧影片 在HTC U-Ultra上 你能够录制3D audio 与Hi-Res audio影片 就算Pocophone FE与HTC U-Ultra 记者 杨茜茜 在HTC U-Ultra上 就算Pocophone FE与HTC U-Ultra上 Xiaomi Pocophone FE 与 HTC U Ultra 都内置了双扬声器 两部手机的音量都非常的小 就算两部手机的音量非常的小 HTC U Ultra 的 BoomSoul 与双扬声器的表现比较好 你能透过 BoomSoul 双扬声器听到更多的细节 mile推 check prison 某 双扬声器 小米还是为Pocophone FE加入了3.5mm耳机接口 而HTC在HTC U-Ultra上已经移除了耳机接口 这部分就是HTC U-Ultra发光发热的时候 HTC能够透过包装内附送的UBS PC耳机 与U-Sonic推送更好的音质 小米Pocophone FE内置了4000mAh电池 也支持高通快充3.0 而HTC U-Ultra只内置了3000mAh电池 也支持高通快充3.0 HTC U-Ultra的3000mAh电池并不是最棒的 它只能够提供我少于一天的续航 甚至当我重度使用时只能提供我半天的续航 Pocophone FE4000mAh电池能够提供我大约一天半的续航 小米和HTC都在Pocophone FE与HTC U-Ultra的包装内附送了快充3.0充电器 Pocophone FE需要大约2小时才能充满 而HTC U-Ultra只需要大约1小时半就能充满 就算小米Pocophone FE内置了最新最强的参数 但HTC U-Ultra还是在特定的方面做得比较好 你会得到更好的影幕与更好的音质享受 如果你喜欢透过手机观看影片 你还是把你的HTC U-Ultra保留下来 如果你想要以非常可负担的价格得到最新最好的 直接升级到Pocophone FE 如果HTC能够提供HTC U-Ultra更好的售后服务 HTC U-Ultra至少还能保留多一年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更深入地了解Pocophone FE与HTC U-Ultra 你在影片的尾端能找到两部手机的播放列表 这比拼就到这 感谢收看 喜欢这影片就把喜欢钮揍下去 分享出去和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部影片见 再见 我们下部影片见 张的声音 bl 他的匹事